大马路上一群黑衣人将诈骗集团车手拦下 假装刑警进行盘查 没多久又有警民男子出现 直接将现金抢走 电影《黑痴黑》的情节竟在街头真实上演 刑事局接获报案深入追查才发现 原来是诈骗集团骗取高额账款后 因为分账不均出现黑痴黑的状况 在5月8号 这个集团有诈骗到一个成性被害人 得700万的一个账款 内部的一个成员 无姓主权指示 澄清车手前往面交 其他的成员 叫说 一个薄姓成员 叫说假冒刑警 要去盘查 跟逮捕要取走这笔款项 然后又出现 理性的一个嫌犯 出手来做一个抢夺 将700万的账款 截走 那这个无姓嫌犯认为 这些诚信车手是共母 将他强压到汽车旅馆囚禁 并用电机棒跟他淋捏 数日 然后由诚信车手的友人 交付100万以后才获释 刑事局与新北市警方 组成专案小组展开 具体搜索行动 逮捕了以无姓主权为首的 杂七集团 还有假刑警集团 及抢劫集团共21人 并查后现金 伪装刑警的无线电 警用玩具枪 手机等账证物 全案已依违反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刑法加重杂七 与妨碍自由等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无姓主权等11人 因为事案情节重大 被法院裁定羁押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